我是河北人 我的家乡在北京附近 特产是金丝小枣 挺好吃的 有机会你可以来我的家乡尝一尝 我的家乡用河北方言 但是每个地区的方言会有一点差异 我们的方言声调要低一些 然后词汇可能会有不同 比如说我们用明天的话 可能会说 灭子 我们明天不用明天这个词 用灭子 昨天是夜了个 汉字和普通话的汉字是一样的 夜就是晚上的夜 乐就是晚乐的那个乐 个就是个 我去过日本也去过韩国 我们经常会找不到路 那大阪人会很热心的帮我们指路 我去过很多地方 像北海道 东京 还有冲绳都去过 我在冬天的时候去的北海道 那里天天下雪 但是雪景很漂亮 对 我去过去过小村 我去过小村的特产 小村有很多的哨子店 我最喜欢在小村的哨子店逛 然后买很多的小东西 冲绳可能我去的时间不太对 是没雨季节去的 所以感觉冲绳特别湿热 冲绳的海都很漂亮 我们当时去的是美美海滩 那边看看 有 我和很多的朋友 我们带着啤酒 还有寿司 一起去公园赏樱花 有一些区别 因为赏樱花的人太多了 有一些因为草地上全都是人 还好我觉得自己还算适应 韩国的话 我觉得它和日本的差异不是特别大 对 对 街道的风景不太一样 也还好 因为如果是北京的话 它会有很多的高楼 但是在韩国的话 不像北京有这么多的高楼 我将来如果有机会的话 想留在大学当老师 因为我很喜欢学生 我学的是对外汉语专业 就是专门教外国人说汉语的 对 有很多留学生 可能教留学生的话 需要你有更多的耐心 那在上课的时候需要有更多的创造力 我们平时交流很多 这个不太一定 有很多方面 但是我们比较少设计的方面是政治 还有宗教方面都不太聊 文化方面还有一些民族的风俗 或者是说饮食还有旅游这方面 如果就上课来说的话 活动的环节 对 他们可能就平时用汉语会用的更多一点 对 尤其是对于汉字 还有这个作文的方面 他们掌握的要比欧美的学生更好 对 如果有这个机会的话 我希望去很多的国家 然后去体验不同的文化 看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下 要怎么样去更好的教学生 首先要买一套房子 因为北京的房价实在太贵了 对 北京现在的物价特别高 一般的工作可能在北京生活会很困难 现在好像不太买得起 因为工薪阶层的工资都比较低 可能如果没有家里的帮助 他们首付都是付不起的 现在就没有太多的要求了 压力很大 但是如果想留在北京的话 就必须要去学着承受这些压力 可能心里会有一些失落吧 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还是希望去到南方的一些城市 因为北京的压力实在是太大了 这个大概一开始的时候 会不适应那里的气候啊 还有饮食 但是慢慢我觉得我可以适应 嗯 我准备不适应 我来说 就像我一样 这一样 那 kita必须要适应 这个所以 在北京是 在北京做的 我跟北京 你只能留在北京 我做最后 这一项 我突然的话 我做的 那你能做成